字幕字幕 李宗盛 Hi, 我是大部博士 我一直都在研究如何用木頭和博士作品 我第一樣作品就是這盞 防虎白燈 最近我一直都在想很多不同的構思 想做多些不同的構思 然後我發現Ockman的製作品是非常適合用來做一盞燈 於是我就想嘗試塗出來當一個裝飾品送給它 我稱這盞叫做A燈 在這條影片我都會講解這盞A燈是如何誕生的 首先講一下設計 我就打算用木製這個Logo的線條位 然後空的部分就用E-Posy去做燈 第一步當然是畫了我的設計出來 我就畫一個1比1的圖在紙上 同時決定了燈體的顏色 之後再剪出來 這樣就可以方便我印在木製作品 第二步就是跟回我畫的線去開料 由於木會有些不平整的情況 所以就可以用磨機輕輕磨走木齒和掃營 為了符合Logo的設計 我首先鋸開了這一部分 再用釘膠切回營造一個線條的效果 中間這裡要預留燈條的位置 所以就要割開它 決定好走線的位置之後 就可以轉回洞給燈線過 好看 因為我不想要這條吞吊的外路 所以就打算選一條坑就可以把燈條藏起來了 之後就可以準備燈條和看接了 在這裏我就用了USB供電的燈條 提提大家了 基本上有不同的燈條 方式都不同 供電方法亦都不同 所以買之前最好要問清楚 這次我就剪掉膠片出來 就去做一個固定二波士的帽子 為了確保母邊不會滲漏 我就用了熱熔膠去封好邊位 是時候準備二波士了 我用這隻二波士和固化劑的比例是1比3 再連藍色的染色劑一起弄均 在倒入二十四個小時後就可以斷帽了 我快用了熱瘋槍去軟化膠毛 脫好帽後同樣地用磨機素形和磨平 之後再由粗至有的沙子慢慢磨平 磨好之後就可以準備上色了 我就用了皺紋膠子黏一些不想上色的位置 再選擇上色就可以進行索色了 最後測試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就基本上完成了 完成了這盞燈之後 我就發現這盞燈其實有三大牙癡位 第一樣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本身打算用一些深色的顏色 去突顯個LOGO設計 但我選擇的顏色太相似了 所以搞到好像一體化了 而其次就是燈條 我燈條的坑格太淺 所以燈條依然會外露 而第三樣就是燈的頂 因為我希望用盡所有的位置 令到Epoxy 光一點 但就變相轉得太頂 搞到頂的位置會透到光出來 不過怎樣也好 這盞始終都是一個DIY的作品 我覺得有這些下次才會更加顯得它的獨特性 其次我都會吸收今次的經驗 就去改良下一次的作品 所以之後我都會有更多的作品分享出來 同時這個頻道都會放上不同的影片 看完如果覺得喜歡 就記得按個like和訂閱我 同時都可以follow我的IG 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